大家好,我是豆姐 早上送孩子上学 孩子说想吃大盘鸡了 今天中午我们就来做一个大盘鸡 看一下咱们的食材 早上我在菜市场买的鸡腿 已经让切好了 春节我自己晒的干香菇 还有两个红萝卜 一个青椒 还有昨天炒菜剩的半个冬瓜 首先呢,我们把鸡腿清洗一下 把鸡腿里放一些面粉 用手抓拌均匀 这样能洗去鸡腿表面的 悬末 趁这个功夫我们把干香菇泡发 在要 sleeve,就用력加上油 主要面粉 开箱 将为肚子炒 然后就切成 如果做这次就用了 煮点鸡腿 就好 把鸡腿 重心 煮点 就好 不是 这次 首先呢我们把鸡腿腌一下 放入盐 13香 白胡椒 加入一些蚝油 料酒 搅拌均匀 我得往上讲一讲 加入一些生抽老抽 再来一点生抽 好搅拌均匀 先把鸡腿腌上 放到旁边腌着 趁这个空腹我们来切 好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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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在这里 好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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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糟 Covid 好搅拌均匀 굿 先放到盘子里 把冬瓜去一下皮 然后再去一下纸 把冬瓜也切一下 趁这个功夫我们来蒸个大米 首先把大米淘洗一下 加水 下面我们开始炒鸡 炒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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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干辣椒和青椒放进去 车 出锅 香喷喷的大盘鸡就做好了 米饭也蒸好了 今天中午的大盘鸡味道怎么样 晚安